北屯群聚感染案造成二十一人確診 台中市府在五月底 緊急開設前進指揮所 止住了疫情擴散 但人心的猜疑指責 卻沒能止住 貼出一張台中市衛生局 公布的群聚傳染鏈 台中北屯農夫家族的親友 在臉書貼文 轉貼表格文章 釐清源頭提到 很多不知情的網友 覺得案7527才是源頭 投文者認為案7527 被鄰居的隱匿 間接被病毒害死 還得背負莫名其妙的源頭罪名 農夫家傳確診案例後 暫時無法外出 一度失去援助 當時有台中市議員增朝榮 做好防護 第一時間帶粽子和食材 對這家人伸出援手 不過農夫家族的大家長 和老太太十天內先後病逝 家屬當時隔離治療 根本無法外出善後 外界有多少人不知情 卻還把疫情源頭 往這個家族的身上扣 家屬撰文想釐清疫情源由 最重要的是呼籲大家 不要隱匿疫情 不要跨現世移動 疫情傷害了幾十年來 友好的鄰居 不要互相來猜疑 互相來指責 這都是過去事 三星吳一哲 台中報導